- 問題想要請問一下 因為今天新北他們已經宣布了 因為現在本土破千例 他們不會再公布阻擊 那請問台北市的做法 是不是也會依照這樣子來做 那第二個就是 今天台北市看起來140例本土 看起來是有在控制範圍之內 但是市長剛剛有預測 未來可能會再增加 那市長是覺得就是說 台北市現在的確診數是不是 還在你們可控的範圍 那你是覺得 台北市政府做了什麼樣子的努力 才能夠控制下來 那是不是正統現在中央的防疫做法 因為中央現在的做法 還是比較寬鬆的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是 台北市的停課標準 因為今天有兩間學校 他們有學生有確診的情況 但是他們這兩間學校 似乎沒有達到停課標準 但是他們今天是宣布 已經全校停課 那看起來台北市 好像也沒有一定的標準在 好像似乎停課也是蠻亂的 如果你數量少公布有益 那你說一天就幾千個人公布也沒有益 還有一個是八十二十法則 到現在為止 好像捷運都沒有感染過人 為什麼 因為坐捷運全部戴口罩 會感染就有餐廳 所以高危險的地方 我們還是個平常判斷 你說餐廳那個要公布 做捷運那個機會很少有感染 那就不用 所以不敢說百分之百 還是秉是一個科學 理性物質科學 八十二十法則 公布有意義的才公布 有第一點 再來說 我們現在策略就是這樣 我認為我們台北市的確診案例 也會繼續上升 還是會增加 我現在唯一的就是要拜託市民朋友還是一樣 戴口罩勤舉手保持社交距離 就是增加速度慢一點 這樣整個社會可以適應的比較好 目標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這樣 要做到這個還是要高素質的國民 戴口罩勤舉手保持社交距離 如果這樣做到這樣 就算會增加會慢慢增加 這樣我們整個系統會應付的比較好 至於說停課這個是這樣 我也相信 一開始大家很恐慌 所以 但是 大概最後 也許到時候沒有新的方式來決定停課 反而是 比方說 不是百分之百就多 確診 那全班同學就狂練 那每天到學校 老師就發那個快篩劑下去 好 各位同學做快篩 陰性的繼續留下來上課 陽性當然就 看一下送去防疫旅館還是要送去醫院 就這樣 然後都不停課 所以也許會倒過來用這種策略 因為這樣是有病的才挑出來 而不是現在說 不分青紅照白全部給他停課 現在半個月全台灣都停課了 所以終究 不是辦法 所以一樣 反正誰戰誰走 在未來的半個月內 我們總是會摸索出一個比較合理的管制辦法 大概就是這樣